还你清白 一定清白的 眼看嫌疑人步出监狱回家团圆 而另一头郭妈妈的母亲节 却只能翻着女儿生前照片 堵物私人 等到母亲节的时候 她会送我那个烫法件 吃了伤心还是伤心 19岁的女儿惨死在公园树下 为了真相 郭妈妈奔走法院十多年 四年前判刑定验 原以为凶手得到制裁 总算可以安息 却怎么也没料到 全案突然翻盘大逆转 我打官司就打十年 只是打十年 好不容易有这种结果 现在又大逆转 十年努力又回到原点 死者左乳房留下的唾液 并不是吕建敏的 那凶手到底是谁 那么深 那么红 怎么可以说 说那个咬痕不是他的 然后那个牙齿大小 都是比例都是他的 郭妈妈一口咬定 吕建敏和凶案脱不了关系 当年法医协助 不厘清的关键齿痕 让嫌犯伏法 但如今却被第三人的DNA给推翻 因为我想可能还是有帮凶 因为他当时才19岁 那个什么那么清楚 还有人帮他把衣服退掉 家属怀疑凶手恐怕不止一人 原本任地的凶嫌 被法院推翻释放 郭妈妈心情沉痛 下一步该怎么走 还是问号 第15个少了女儿陪伴的母亲节 格外难熬 记者陈嘉明 温斯汉 台北匆报道 本集完